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负责电力装置日常操作、维修及保养的注册电业工程人员 他们是由注册电业承办商或固定电力装置拥有人以书面委任的 而负责工作人士是负责为有关装置进行电力工作的适当级别注册电业工程人员 工作许可证是用在北大殿工作 样本可以在工作守则-66A找到 许可证共有四个部分 当负责人员将有关电力器具的电源截断 隔离及有需要时放电和接地后 就可以将相关资料 例如地点、隔离电源的原因、隔离及上锁位置等等 填写第一部分,即是签发部分 还有,涉及最终电路的隔离电源工作 都要签发这份工作许可证 当负责工作人士确实 第一部分内的电力装置 以实际切断电源和隔离 以及从负责人员手上收取许可证 连安全锁的锁匙后 就可以填写及签署第二部分 即是签收部分 工作许可证就正式生效可以开工了 在完成工程后 负责工作人士必须确定所有工具 临时接线和工程人员已撤离后 先可签署工作许可证的第三部分 即是撤离部分 而且要将许可证交给负责人员 负责人员在收到负责工作人士 交回来的工作许可证之后 应查清楚有关的装置 当证实一切已经妥事完成 就可签到许可证的第四部分 即是撤销部分 最后还要记得将这份工作许可证 交回给注册电业承担商 或固定电力装置拥有人 作最少五年保存 定立工作许可证制度的目的 是要确保进行电力工作时 有关的电源妥善隔离 大家就可以安心工作了